Hello,今天繼續講一下金融小說的創作 有些人就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但是我相信講這番說話的人 可能是純粹從西方文化角度 香港缺乏一些drama、musical的音樂等等 但是如果從中國文化角度講 這個說話絕不成立的 因為香港過去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時間 其實就是一個發展的重鎮 我們在文學上面有 就是充足文學 有金瑞、金融、古龍、梁宇生 後來我很喜歡的黃逸這些人 那麼國學上面的發展更厲害 我們有錢賓四錢穆先生 姚宗儀、羅香林 哲學上面有唐君偽茂中三 新儒家重鎮、徐福官等等這些人 所以你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絕對講不通的 但是隨著金融的勢勢呢 其實今年2018年呢 除了金融之外還有黃逸 黃逸很年輕的六十幾歲就走了 姚宗儀就是一百零一歲 就是童年走的 三位在不同的領域上面的大師 都是在2018年走了 其實代表香港一個時代的過去 香港過去幾十年 為什麼能夠成為中國文化 無論在文學、史學、哲學、國學上面的重鎮 四個字 不學藍內 香港過去的成功呢 周一良 就是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 北京的歷史學家說過 他說姚宗儀呢 只能夠在香港發展所長 就因為他享受到一國兩制以前 就是97年前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前 兩地制度的差異嘛 享受真正的一國兩制嘛 就是享受英國人在統治的時期 英籍的時期 其實他就是一個積極不干預的政策 一個積極放任的政策 他對民間的文化幾乎是沒有直接介入的 就是他雖然是殖民地 香港但是他有一個高度的發展 所以他成立有一個相對自由 比起梁昂 比起台灣 比起中國大陸 相對自由 比起新加坡也自由很多 所以姚宗儀在1969年 離開香港大學 去新加坡之後 很快年多就決定要回來 當時他沒有馬上回來 他去耶路大學先 但是他本來簽了十年的合約 他的原因就是因為新加坡相對不自由的學術 他們是一個華人社會 但是他們既防中國 亦防大馬 所以很多的文學 史學的創作 社會科學的創作 是受到限制的 而香港不是 香港幾乎當時 就是政府 對民間的一些私立院校 新亞書院 崇基聯合 後來的浸會 這些其實介入都是很少的 當然隨著時間的過去是越來越多的 但是 講早年 四九至七幾年的時期 相對是少的 所以很多的大師能夠 在香港裡面發揮所長 創作了很多兩岸學者都寫不到的題材 不要講其他 講今天的焦點 查梁庸先生 如果他是繼續生存 在中國大陸 他是絕對不可能寫出 飛雪連天 射白鹿 笑書神俠 以迫冤 尤其是 有很多是 對民族主義的反諷 對這個 時事政治的諷刺 對人性 對領導人集體主義的一種批判 譬如說 綠鼎記裡面的洪教主洪福齊天 先福永享 這些其實就是講 黨的文化的嘛 那種奉承的文化的嘛 四人幫的文化的嘛 日月神教 就是這個 什麼 少傲江湖裡面 講的日月神教 就是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啊 這些說話都講了出 他民性武德啊 那這些就是 正正是諷刺所謂的 國家領導人啊 那種很喜歡 人民的那種擁大 而導致到最後自己是充分頭腦 做出 屢屢錯誤的決定嘛 那這些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環境下 他絕對是不可能創作出來的 那就不要講什麼啦 就是講今天 早幾年 就是中宣局 就說這個 岳飛 中義岳飛 就不能夠抗金的 因為金呢 就是後來的女真人 再後來的青 到今天是中華民族不可滑缺的部分 所以就改了這個中義岳飛 是不能夠打金的 那不能夠打金 那他十二度金牌照岳飛 到底他打誰呢 那就改了打寮吧 這個是 中宣局的政策下 控制到電視劇的創作 那麼 在這樣的環境下 怎麼能夠創作好的電視劇 好的劇本 好的武俠小說呢 當然是不能夠的 所以 金融的小說也好 香港過去幾十年也好 其實的輝煌就來於英國殖民地 對香港的不干預政策 積極的放任政策 但是隨著回歸二十年 這件事情就不再存在了 很多我們香港的界線 是越來越模糊的 底下 我們的學術創作 也不能夠好像以前一樣 我們的文學創作也不能夠好像以前一樣 現在考慮到 你寫這本書之後 能不能回到大陸 導演拍了出來之後 能不能回到大陸 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下 大師之後 就必無大師了 這是我今天想講的此其一 此其二我想講一下 金融有幾個修訂版 有很多人很不喜歡世紀新修版 世紀新修版 就是最近十幾年出的一個版本 因為他們的結局是顛覆了 以前呢 很多我們已經成為經典的結局 譬如說韋小寶能夠娶到七個老婆 就是哪個男人 是不是夢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這個不符合人性 就是我是頗欣賞金融在世紀新修版的修訂的 在幾個故事裡面 因為他是更加明白到一件事情 人到了年紀大的時候明白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夠是童話來的 人生不能夠是童話 那小說如果太過童話的話 不好看 有一點叫做遺憾味 遺憾你才能夠追憶的 有遺憾你才能夠永遠會記住 所以在新修版裡面 有幾個結局都變得很坎坷 外人鄉鄉公主的環影在天空裡 然後一直奔馳 一直奔馳 嚴格來說這個就是思覺失調 不過這個就是很合乎人性 就是他最愛的人死了 他當然是念念不忘的 而念念不忘當然會導致自己的精神錯亂 而陳家樂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繼續生活 是一個悲劇人 偉小寶娶了七個老婆 最後有幾個呢 是走了老 在世紀新修版裡面 尤其是對他不是有這麼深的愛 因為其實有幾個呢 是暗躁屈回來的 不是真正有深層的愛 阿柯那些呢 根本就是用計騙回來的 紅夫人那些呢 用計騙回來的 那麼對他 就是此字不如的 最後呢 其實就是可能 不多的 真的只有雙兒一個而已 那麼 天龍百步的結局我又很喜歡 原本呢 天龍百步的結局呢 就是段宇啊 和黃宇煙啊 最後就很開心地回了大理心 其實這個故事很薄弱的 愛情故事 因為段宇 其實就從頭到尾不是愛黃宇煙 他是迷戀他 他是戀蜜狂來的 因為他在這個無量山洞裡面 他看到一個獄象 他看到獄象 他就跟他扣頭了 然後當他在現實生活裡面 看到黃宇煙 而黃宇煙的樣子 跟獄象是一樣的 而他又迷戀了黃宇煙 其實這個是戀蜜情義傑來的 這個不是真正的愛 而他對他做的事 就是一個癡漢 對一個女人做的事 這是必不長久的 所以新手版就講到 黃宇煙回去之後 就察覺到這件事情 察覺到段宇原來 根本是戀個獄象 而不是戀他 他是很擔心自己 容顏衰老 自古美人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然後他去尋找這個長生不老之術 找新手版他的父親丁春秋 最後他就跟回他的表哥 即使他表哥瘋了 沒有用服 但是他也跟著他 因為在他表哥身上 他愛他表哥 他表哥愛不愛他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但是他表哥因為索了 就不會離開他 而段宇他會離開他 因為他愛的不是他 而是一個獄象 這個很反映多女人 女人呢 就是你去考慮摘偶對象的時候 他往往選擇嫁 就不是嫁給他自己最愛的 這個叫做幸福焦慮症 即是他很擔心 如果他嫁給他自己最愛的那個 他就會有一天沒有他 而他就崩潰 他嫁給一個最有安全感的 可能是最愛 但是他必須加上最有安全感的一點 即是他表哥是瘋了 所以他表哥是不會離開他的 他表哥還在做他的皇帝大夢 沒有用服 所以這個很符合人性 就是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認為世紀新修版 那個人性是更強 而他的遺憾也是更強的 第三個我想講的問題就是 金融小說裡面的男女主角 女主角 最喜歡是誰呢 這個當然因人而異 每人有自己的審美眼光 但是我就很不喜歡小龍女 有很多人很喜歡小龍女 我又不喜歡小龍女 我認為小龍女是一個 沒有獨立個性的女人 即是 她好像是沒有性格的 好像是很隨意的 其實金融小說裡面 有很多角色 最初都是像是這樣的 但是世紀新修版就修訂到 原來不是的 大家的性格是豐富一些的 如果你問我 我喜歡哪些人呢 男人都是喜歡女人不懷 男人不愛的 我是喜歡周紫若的 多一點的 我喜歡陸無雙多一點的 有一點點小野蠻 我當然不是太喜歡黃蓉 黃蓉那些叫刁蠻 就是周紫若和陸無雙 是有一點小野蠻 有一點小憤恨 但是他又愛恨又分明 又很 就是 對他喜歡的人 楊過 張無記 也有一些很深的愛 但是這種深的愛 他又同時間很愛自己 尤其是周紫若 也愛自己 也愛對方 這樣才會符合人性 不是無私的大愛 為對方 You jump I jump 那些太不現實了 OK